我們首先會走到斜景那裡睡一晚 然後趁著天理光就會走上岩斜尖那裡等看日出 最後就從岩斜尖那裡落到斜景搭船走了 那我們就要乘巴士來到北塔亞這個入口開始走 我們來到的第一個分岔路口 一邊就是黃石碼頭 然後一邊就是我們要去的百寶利堂 那我們就走這邊 我們走了半個小時就已經看到這個紅色屋子 就是我們要去的百寶利堂 而後面就是岩石尖 看到很尖的山 其實因為這條路都沒有上斜 就是一邊落斜行和走平路 所以我們很快就快到了斜景 整天在西宮行山的時候 都會經過斜景的這段路 雖然有時候覺得它很漫長和很浪費體力 不過我看回的時候才發現 每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 都覺得這裡的風景很美 那原本呢 你應該可以搭船去到碼頭 這樣直上就會去到的 不過我們這次就選擇了走 因為其實都不是很長途 不需要很多時間 在這裡就是隱約可以看到第二重山那裡 最尖的就是我們想走的岩石尖 之後呢 我們也是一直走這條沿著海邊的路 然後呢 都會經過赤徑的大草地 那裡呢 裡面有很多牛在吃草 好啊 如果在這裡轉了走出去呢 就是斜景的碼頭了 每個小時呢 都有一班船的 你走了一個半小時呢 你終於來到啦 那這裡上去呢 兩分鐘就是的了 這裡的小屋子呢 有成紅白藍色啦 給我的感覺呢 是好像百歐小屋一樣的 這裡除了可以租房睡之外呢 還可以租帳篷 我們匆忙地吃過晚餐之後呢 就早點休息 準備明天早起床去看日出啦 洗完澡之後呢 原本就打算睡的啦 不過呢 走回房的時候呢 就剛好看到整個天都紅了 所以就打算走出去碼頭那裡看看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大青組呢 就起床了 那我們呢 就會去看日出的 但是呢 雖然知道很多人 但是呢 都打算去試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會由斜徑 走去鴨蛇尖啦 我們現在呢 就去到上岩蛇尖那個位了 剛剛呢 就吃了少少東西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做一個小時可以走了 因為呢 因為呢 紫豬就會在夜晚的時候織網啦 那 剛才呢 那 那 剛剛呢 每一盞燈呢 就是一架船啦 我們看到前面這個呢 就已經是鴨蛇尖的頂了 那應該走多一會就會到的啦 已經開始看到少少日出啦 有少少光光的 那天 我們終於到了 岩蛇尖的頂啦 但是現在呢 但是現在呢 那個海和那天呢 蒙到 纏在一起 應該都見不到啦 不要緊啦 我們在這裡吃多個早餐先啦 其實呢 其實呢 我也看到少少日出的 那呢 就是雲中間啦 其實我也覺得挺漂亮啦 而且這裡的景觀呢 就很開亮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下次天氣好的話呢 我會來多一次啦 那我們呢 就打算下去那個岩蛇灣啦 我們看地圖呢 其實這一邊這條路呢 就是可以走到過去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它很斜啦 然後我們背著那麼多東西呢 就很方便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打算沿著走路一點點 然後再下去岩蛇灣 那所以呢 我們就回剛才上來的那一邊 就下去了 好厲害 其實好厲害 那我们就试试走这边 之后下了一点之后 就会看到有这个 比较隐蔽的路 就要下去这边 不过路就比较陷 所以要小心一点 同样子 人来找见 放松 很好 那偿 这项 hole 这个手 这有一种 那遗能 人也在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就是岩蛇湾 这里看到这个应该就是岩蛇尖的笔脊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去岩蛇湾的沙滩 然后再沿着这里走上岩蛇尖 不过因为很斜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在这里下 我们这次挑战失败下不了岩蛇湾 因为我们下去之后就找不到路 之后我们就回到岩蛇尖 我想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下回到赤径算了 我们下来的时候就看到大湾有很多人 其实原本也打算去大湾的 但是打算不去岩蛇尖湾 所以去看看怎知道失败了 我们走着走着就看到这只牛在这里了 都不知道它怎么走上来 因为这里那么难走 竟然到这里了 噢 终于在这里了 原来有很多 这里那么难走他们都能上来的 我们终于都下回来赤径了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走了大概11个小时 也有点累 所以我们就这样叫偷鸡去搭船 回去黄石码头 所以现在就会走回去我们昨天住的Hostel那边 对不起 感谢观看